大家非常高興的日子 我們特別要說 這是主義二話所更定的日子 我們今天很高興 看到李遺傳道跟宗佩華姐妹 今天在上帝跟眾人的面前 他們要見 我們今天所讀的這一段經文 兩段的經文 一段在《作約》的創世紀 《作約》的第一則書 另外一段 在《新約》的第一則書 我們讀到《舊約》的第一則書 第十二章 上帝要亞伯拉罕離開祂的家鄉 為什麼上帝要拜領 亞伯拉罕離開祂的家鄉呢 其實我們如果單單 只有看《創世紀》第十二章 我們其實不會有很清楚的答案 我們必須要把十二章 十三章一直讀下去 一直到第十五章 第十七章 然後我們就會越來越清楚 原來上帝帶領亞伯拉罕 要離開祂的家鄉 因為上帝要跟祂立一個約 什麼樣的人立一個約 就是今天我們 剛才進入所讀到 上帝要祝福亞伯拉罕 上帝要讓亞伯拉罕 成為很多人的父親 讓祂的妻子以上 讓薩拉成為很多人的母親 並且將來要賞賜給祂 更重要的後面有一句話 後面有一句話是 眾人要因為他們得到祂 所以在舊約裡面上帝帶領 亞伯拉罕跟祂的妻子 撒拉離開祂的家鄉 一個重要的目的是 上帝要祝福他們 並且將來也因著他們領受祝福 要把這個祝福要分給更多更多的人 我們知道 亞伯拉罕是一個很有興趣 在古時候三千多年前的社會裡面 要一個人離開家鄉 其實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離開家鄉 要遇到很多很多的會 會有很多很多的挑戰跟人情 但是亞伯拉罕 因為他相信上帝給祂的呼召 呼召是什麼 呼召就是上帝叫祂 上帝叫祂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在場的來賓 你親見過上帝叫祂 你有沒有恐怖上帝叫祂 然後吩咐你一件事情 然後告訴你 當你照著這件事情去做以後 上帝要給你很多很多的救命 各位弟兄姐妹 這是一個奧義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 已經過多過少的領受了這個奧義 我也相信 已經進入婚姻的弟兄姐妹 你受了這個奧義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 能夠把這些事情講得更清楚 上帝叫祢 叫祢的全家 因為祢要沒有領受一個福慧 而且將來這個福慧 可以分給很多 雅伯拉罕因為他有信心 所以他就回應了上帝的 叫祂這個古兆 所以祢就離開祂的角色 在創世紀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記載 或者是雅伯拉罕 其實有很多他後面的子孫 包括雅各、約聖 其實他們也因為不同的原因 離開家鄉 離開父母 然後經歷很多很多的挑戰 上帝命曲雅伯拉罕說 我讓你成為大人 我要赤父母 我要讓你名成為大人 並且眾人名義多人 這好像聽起來 跟我們一般華人說 所懂的龍王負貴 好像沒有很多人同 但是我要說 其實他有必要子大人 在華人我們說 領受的龍王負貴 我們得到了以後 我們就是只有得到他 但是在舊約裡面 上帝叫祢的阿拉罕 叫祢的妻子撒拉 他們得到了時候 他們要把這個福慧 分給很多福慧 所以在這裡 我們看到上帝叫祢 回應以後 再到第15節 第17節 第15章跟17章的時候 有兩節很重要的事情 上帝跟 雅伯拉罕立約 什麼是立約 立約就是 人在上帝的面前 很嚴肅的 跟上帝說 我願意 上帝你分付我 做什麼事情 我願意 當人 在上帝見證 這樣跟上帝 立約的時候 這個約 就會成為 一個助理的方法 作為南方 女方的親友 如果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如果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你們還不是記錄 我相信你們應該要思考一件事 我們現代人 大部分人 在舉行婚禮的時候 都是採用這種西方的婚禮 對不對 我說西方的婚禮其實不太對 其實應該都是說 採用基因教育 那我這個問題 其實是我當年在美國 念博士的時候 我的博士班的老實務 他說你們台灣舉行婚禮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婚禮 他因為從電視上 他有看過華人以前 超羅打鼓的那一種 他不是說 還有一種婚禮 我說有是有 其實很少很少 大部分採用的是基督教育 柏仁老師他就很高興的 他不理 為什麼 為什麼華人 其實還有不少不是基督 但是他們採用的是基督教育 這個就是柏仁老師 他一生研究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問題 立約 在古時候的華人 當然其實也有這樣的概念 在天地 在父母 雙方的父母面前 他們來承諾立約 但是在基督教的問題當中 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意思 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以及在雙方的父母 以及在所有教會的弟兄跟姊妹的面前 我們立約 而且這個立約 因為他有一神重大的利益 因為我們嚴肅的 在眾人跟上帝的面前立約 這個約 要成為上帝祝母的寶寶 因為結婚 我們會領受無恨 因為結婚 我們會領受無恨 各位弟兄姐妹 在今天我們所讀的信約 然後在祖母裡面 我們看到了 耶穌在回應 法利善人 給他的難題的時候 事實上剛時候的法利善人 要按耶穌問 到底可不可以離婚 在耶穌那個時代 雖然離婚不是那麼亮的不變 但是已經有一些留害人 他們會離婚 所以當他們來教完耶穌的時候 問耶穌到底可不可以離婚 耶穌的回應是 上帝創造人的時候 造男 造女 有男生 有女生 而上帝的心意是要 人離開 當成年了以後 要離開了父母親之後 夫妻兩個人成為一個 怎麼樣是成為一個 兩個人要彼此相愛 兩個人要彼此相愛到一個地步 讓對方覺得他真的是愛他 而且對方的感受 對方的需要 另外一方他能夠完全的清楚 我相信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地方 我相信 三四年的一些夫妻 如果您仔細想一想 對方的感受 對方的需要 你真的都很清楚嗎 對方在講話的時候 你真的都聽得懂嗎 我想他不適合我們 但是神的心意要 兩個人結婚之後 成為一體 能夠互相的彼此相愛 愛對方 就好像愛自己的身體 也不只是這樣 婚姻還有一層很重要的意義 是我們現代人 特別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人 已經越來越不容易理解了 婚姻有一層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身而易 各位 我說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 不容易理解 也是因為我們被司法院的大法官給我們混淆 大家懂我意思嗎 婚姻有一層重要的意義 因為他將來會生而易 而這個孩子生下來以後 生他的母親 生他的這個媽媽 就自然的食物 他的母親 而母親的丈夫 就是小孩子的爸爸 這層重要的意義 如果我們現代人忘記了 那最後我們會變成是什麼樣呢 我們在屏東也許比較傳統 我們在屏東 我們對於古老文化 我們比較尊重 所以也許不會發生這個問題 我跟他講 因為我住在台北 剛剛坐捷運 我就發現有很多問題 有一次 我在坐捷運的時候 看到一個年輕的男孩子 他背著一個包包 他在坐捷運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他的包包講話 他說要乖喔 不要叫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本來以為 他跟他的包包一直在講話 後來發現 其實他不是跟他的包包在講話 他包包裡面有什麼 有一隻小狗 對不對 然後呢 還可能雙眼乖喔 不要一直叫 爸爸愛你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心都快要睡 為什麼一個人會有一隻狗 是他的小孩呢 各位弟兄姊妹 羊寵物沒有什麼過 我沒有 我喜歡羊寵物 羊寵物沒有什麼過 但是聖經裡面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蘭女兩個人結合 他是為了將來有一天 能夠從他們後大 能夠有後大 並且這個小孩子 也因為父母親補養他 所以他們將來會成為一個重要的 這一層是非常重要的意義 其實過去的華人 我們也非常的懂這一層的重要性 可是現在我們被很多的 世俗的文化 流行的文化混淆到一個地步 我們甚至覺得結婚跟生育小孩有什麼關係 我告訴大家 有一層很重要的文化 如果兩個人的結合 其實我在學校 因為我是教委員 我跟年輕夫妻 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我跟他們強調的是 兩個人夫妻的結合 要注重彼此相愛 要注重平等的感應 我們不能總是要求對方為我犧牲 所以兩個人的結合 夫妻之間要注重的是平等 要注重的是彼此相愛 可是當有一天懷了小孩 當有一天小孩生下來了以後 父母親要怎麼樣對待小孩呢 父母親要不要跟他所生下來的因而說 我要跟你平等喔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小孩子生下來了 他肚子餓了 我們要給他餵 然後他小便了 我們要給他餵餵 對不對 所以當小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我們所說的 彼此相愛 他會進入一個更傷的層次 還是一種犧牲的愛 父母親對小孩子的愛 是一種犧牲的愛 這就讓我們 人在婚姻裡面 從剛開始的時候 學習的是彼此相愛 到有一天 當孩子生下來以後 做父母親的人 要學習的是 對小孩子的犧牲 而且犧牲 直到有一天 小孩子漸漸長大 我們還要成為他的榜樣 我們要成為他的模範 有一天我們把小孩子教導神了 讓他做神而做神 做神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部門 我們要把孩子教導他 讓他有一天也認識神 並且他成為一個中心的上帝 各位兄姊妹 我們所有親愛的雙方的家人 朋友 我盼望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們大家很高興來參加 李一傳道跟佩華姐妹 她們的婚姻 但是我在這裡所說的這些內容 不只是要說給李一傳道跟佩華姐妹 因為我知道李一傳道她在學校的功課很好 她應該學我的這個科目 基督教的女學她已經學得很好 其實我很好 但是為什麼在基督教的婚禮裡面 每一次牧師還是要講道呢 因為在基督教的婚禮裡面 牧師的講道不只是對著新人講 當然我們是對著新人講 同時也是對著所有來參加婚禮的親友 和朋友一起講 我們盼望我們所有已經進入婚姻的 這些親戚朋友 我們再一次的思考 你們的婚姻 是不是一個上帝祝福你們 你們當年是不是有在神的面前立下這個婚約 並且讓上帝來祝福你們 有一天通過你們所得到的福分 你們也能夠祝福 祝福很多人其中第一個 就包括你們自己所生下的福分 父母親領受恩典 從上帝來的恩典 並且這個恩典可以給他的生命 我知道我們台灣現在的婚姻 普遍來講蠻困難的 我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們進入婚姻 可能經過六個月 兩年五年十年以後 他們漸進的覺得這個婚姻 不像他們本來誰想像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還有雙方的親戚朋友 我要提醒大家 在婚姻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除了彼此相愛以外 另外一個精神就是 是互相的關注 互相的盛名 簡單講就是要能夠原諒對方 人跟人在一起 總是會有摩擦 人跟人在一起 總是會有誤會 會有一些傷害 特別是越是親密的家人 可能會有一些小的摩擦 甚至到大的摩擦 甚至是比較有的摩擦 各位 如果我們沒有去學習 聖母 我們沒有學習去換取的話 那這兩個人的關係 如何能夠持續下去 他有可能就會見其見 但是我要說 在基督教裡面 我們最寶貴的一件事情是 主耶穌基督在我們 都還不知道 怎麼樣去赦免別人 我們還不懂 怎麼樣去寬恕別人的時候 主耶穌基督 已經為我們實在實際加上 他已經先作為寬恕阿娘 他願意為我們實在實際加上 願意為我們的錯 為我們的罪 他自己已盡犧牲 並且也要恕我們 他也成為我們在婚禮當中 一個最好的一個店 所以 在基督的家庭當中 我怕不怕 今天在場我相信 也有不少的基督 我怕不怕 我們每一次來參加一個婚禮的時候 特別來參加一個基督教婚禮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回想 因為神的恩典在我們當中 神的恩典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當中 即使你可能還不是那麼樣的認識阿 但是當兩個人願意成為夫妻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上帝祝福的方法 在基督教婚禮當中 通常會說婚姻的誓冤是上帝所設立的 為什麼我們會說婚姻的冤是上帝所設立的 那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含義 不知是基督教的婚禮 上帝才是 我要說是任何人類的各種族 各個民族 各種不同的公屬當中 只要是誠心 夫妻兩個人 從地盟的婚約 上帝都會通過這個婚約禁 所以在慶世紀裡面 他的心情就是 這樣的婚約 是上帝所設立的 我今天非常高興 一大早從台北做高鐵巷 我一路上在想 李懿在念台灣神學院 當我的學生的時候 他是一個功能非常好 非常認真念書 我常在想 他那個時候在台神念書的時候 其實因為你看他長得英俊 肖上天倒 然後呢 其實學生裡面有很多的女孩子 跟他很有好感 可是李懿呢 他非常專心的讀書 非常專心的服飾 非常專心的報告 可以說 清心寡慾 有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很好奇 那到底什麼樣的女孩子 能夠有這樣的福分 能夠認識李懿 然後將來也跟他成為夫妻 後來 就三年很快就過去了 在神學院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然後李懿 他就回到家鄉 跟著他自己的父母親在這裡有事 我今天很高興 接到李懿的電話的時候 他告訴我家前 所以呢 幾個月前 我有機會 跟佩華姐妹 還有李懿一起進行 當我再一次問起李懿的時候 李懿告訴我 他進神絕約的時候 他就清楚的立定西枝 他要專心的念書 專心的服飾 專心的討伐 所以他沒有要把這些事情 放在他的日常生活裡 他相信上帝有預備他的日子 自然而為他 然後我們也很高興 我知道了這個消息 看到了佩華姐妹 知道說佩華姐妹 其實就是她 他們這個教會來信 她的信仰 也是在這個教會 得到很好的能量 又加上 她也是這麼簡單 李懿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有道 他說 能夠符合這些條件的 也不是那麼容易 事實上真的是 事實上真的是 感謝主 上帝有他美好的誠言 上帝他從千萬人當中 挑選了李懿 挑選了佩華 讓他們兩個人表達的婚姻 我相信每一位的婚姻 不只是李懿跟配好的婚姻 我相信今天在場的 每一個結婚的夫妻 你們也應該要相信 是上帝為你們所立備 是上帝為你們所立備 那為什麼要再立備呢 因為上帝在這個婚姻當中 要祝福你們 讓你們先在婚姻當中 領受祝福 學會彼此相害 也學會犧牲跟愛 然後將來我們這個 福分也更多 讓我們知道 李懿跟佩華他們結婚之後 他們會持去在教會裡面服侍 他們會做很多 辛苦的服侍 但是我們做傳道人的 其實我們不怕服侍的行動 我們只要清楚知道 是從上帝來給我們的呼召 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 我們雖然做得 雖然有一點心 但是我們的氣裡面 是充滿了很多的喜樂 是充滿了很多的 我相信 這樣的恩典會贏到 零一 贏到佩華 也贏到所有認識他們的 對上帝的恩典 滿滿於你 也與今天在場所有的祈禱 我們一同來答答 現在主我們滿心感謝祢 因為祢在我們還不認識祢的時候 祢就會我們顯示出祢那偉大的愛 祢為我們犧牲在十字架上 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犧牲 祢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色源 主啊我們也謝謝祢為人類 祢在造人類的時候 祢就告訴我們要進入婚姻 讓我們在婚姻裡面 學會彼此相愛 避典絕對犧牲的愛 主我們謝謝祢 讓我們今天能夠高興的參加 禮儀分配好的婚姻 在這個婚姻婚禮當中 我們再一次的來領受上帝 祢給他們的祝福 也是給今天所有在場的金融的祝福 所以我們可祝您的恩典滿滿的欲物和膨炸 祝福這個家庭 也祝福我們今天所有在場的產品 我們將寶告 祢是共同耶穌基督的禮物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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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祢